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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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了饮品 然后还有吃的披萨 谢谢 补充点能量 BREAKING非常费体力 LUCKING也是 本场是24小时限时编舞战 因为今年是青春季 为了考验年轻舞者的创意 我们在原先规则的基础上 做了升级 24小时限时编舞战 请思维队长读出自己的主题 我这个是在街头散步 踩了一个水坑 低头一看 变成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然后跳起了舞 跳着跳着 被神秘人抓走了 这个有点难啊 我的是 我在日落前赶到滑雪场 一辆车飞了过去 我拼命追上去 越滑越高 飞上了天 我这个飞上天挺厉害的 李承轩队长 在地球最后的夜晚 好浪漫 一个老人 在梦境里 遇到了 已经过世的亲人 或者爱人 或者朋友 这是情感拉玛舞 一波队长 我在家里看着这街的节目 一路 突然外面电闪雷鸣 节目终止 街舞的总导演突然出现 说我是冠军 这可以 这就是我们要用的主题吗 我们把四位队长刚刚说的四句话 按照时间 地点 事件 完全打乱了 那才是你们的主题 节目会玩 我是冠军我已经有idea 我真的已经有idea 就是 我喜欢 我觉得会蛮好玩 其实还是比较兴奋的 毕竟还是要尝试一下 在这么短时间 能够创作一个作品 这对我来说小case 就是24小时吗 再来个一个月 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对啊 因为舞技了嘛 不光是队长 应该观众的眼界都已经变高了 大家看的东西都太多了 探照东西 照博物馆 然后照有人在偷东西 正因为它难 可能我们才会有这种突破吧 有不同舞种的东西出现 可能老人会干嘛 老人会跳广场 然后想 对于舞者来说 他们既要构思整个结构 而且在短时间内设计很多惊喜 还要大家一起磨合 然后还要出新的点子 带了饮品 然后还有吃的披萨 补充点能量 非常费体力 我自己知道 这个环节是非常熬人的 顺利吗 顺利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 做一些头脑风暴 挖掘出新的创意 故事还行吗 那句话 可以 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每个人想要抓住的点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能够把一个点抓得很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很好了 那如果能够 共同的抓住好几个点都 都表达的很好了 那就当然是非常完美了 我蛮期待他们在24小时有很大突破 能把他们一些 极限 逼出来 我们都有过 为什么你们不有 一样的 一视同仁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门槛 就24小时 为自己而战 加油 三二一 突然很帆 又是这些东西 明镜头 打叶 一字幕 看到 第一番 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